现在比较老的电脑的主板没有WiFi6的网卡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开箱一个WiFi6的网卡 是通过PCIe转接到电脑里的 这样的话你的老的主板也可以有WiFi6的速度 我们来开一看吧 这一款无线网卡是TBLINK的AX3000 理督上它有PCIe的接口 并且支持WiFi6和蓝牙5.0 打开包装里面有一个无线网卡 这个无线网卡上面的散热茬还挺大 通过PCIe转接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USB的线 这个是给Bluetooth5.0用的 如果你不需要5蓝牙的功能的话 可以直接忽略 接下来这个是无线网卡的天线模组 可以把你的天线延长到外面 获得更好的信号 附带了一根USB转FUSB的线 但是我不需要蓝牙 所以这根线我也用不着了 如果你需要蓝牙的话 你可以查一查你的主板上 有没有这个FUSB的转接口 接下来是双征翼的两根天线 这两根天线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来把这个卡装到主机里试一试 主机箱是测取的 看来这张卡 我好像只能插到我的显卡上面 这里还有一个PCIe的小口 那个螺丝和我的主板的插条口 三十颗打架 所以就要换一个地方 我来把这个卡插到下面 成功的把板子塞了进去 这个是长的PCIe插条 但是可以只插前半段 所以它依然可以用 我们整理一下电脑里的手办 通电没问题 开灯没问题 亮机应该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装天线 接下来是把两根天线拧到这个底座上 天线就装好了 然后把这两个头插到无线的网卡上 这样网卡就已经插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无线网卡的天线放到高处 不过也没达到WiFi6的速度 所以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常规操作了吧 WiFi5的速度也可以达到了70多招 今天测评就是这些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WiFi6的话 可以买一个快展网卡 让你的电脑更早地体验WiFi6的速度 当然你的路由器也要是WiFi6的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一键三连订阅 谢谢 拜拜 拜拜